男人 沒有大夫的藥 可能也熬不了多久了 哥哥 哥哥你快醒醒啊 哥哥 一 二 三 四 只有四個女人 其他全是男人 這病 難道只傳男人 有人在河裡落了飄的死竹死兔子 回來煮著吃 太臭了我吃不下了 難道這病 跟吃死生畜的肉有關 這位大姐 大人 她生病之前 是否吃了那河裡飄過來的死生畜的肉 是的 大水過後 村子裡什麼都沒有了 樹皮草根都挖來吃了 實在是受不了餓的 男人們便撈了生畜的肉烤了吃 這肉都爛掉了 你沒有吃是不是 我實在是吃不下去 那野肉我餓臭得很 那好 你現在就去告訴村民 再也不要撈那些死生畜的肉吃了 你們的病 怕就是這麼得的 這是真的 我現在就去說 我大伯還在河邊撈呢 走 好 大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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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別撈了 不能吃啊 住手 別撈了 這些死生畜的肉吃了會得病的 吃是病死 不吃餓死 早晚都得死 別撈了別撈 吃得很快就到了 你幹嗎呢你 燈棍了不起啊 欺負老百姓啊你 我這是救你們呢 大伯啊別說了 這位大人說得有道理 吃了肉的 多半都病了 我們沒吃的都好好的 我們也想活呀 可也得有命活呀 你們放心 我一定會想辦法救你們的 這都一天了 怎麼一點動靜都沒有啊 他們在等什麼呀 不對 他們不是想要對付我 我只是魚兒 他們在釣魚 不能晃 不能晃 殿下一定能看出這是個陷阱 不會往裡跳的 不行 大人 大人 我這裡有好多壞